与球市竞赛 自贝英演三次挑战成功小代 只能说太幸运 戴兹颖金一21点19分 21点14分之落二击退美国华裔好手张贝文 敲下市竞赛八强门票 值得一提的是 戴兹颖在比赛中死度提出挑战有三次成功改判 对此他表示 如果说挑战成功是幸运球 我只能说我今天真是太幸运了 戴兹颖第一局与对手上演拉锯战 不过在双方15点15分平手时 戴兹颖连二次 审挑战 让现审的判决被推翻 最后以21点19分枪下首局 戴兹颖在第二局又再次启动鹰岩系统 第四次挑战回球是否出界 正实现审判决55 戴兹颖此战次度挑战有三次成功 成为比赛另类焦点 网友纷纷指呼戴兹颖 好严厉 连二次挑战成功哼哨剑 太棒了 运气也是以实力为基础 还有网友发现戴兹颖放上的照片 好像在偷笑 戴兹颖八强对手将是世界排名第七的 中国好手和冰胶 生涯队战败 资影以六胜一败战上分